122 頭條日報 書展出超地道台灣旅遊書堂會壓力大致失眠 2015年7月4日娛樂P52頭條獨家堂會 王生兒 多才多藝 做唱作人愛中做埋才女 繼11年跟堂興出過台北旅遊書 12年推出雙集兼省民集Candyholics後 今年再下一城 再出一本台北旅遊天書 經常往來當地工作的他 以半個台灣人身份介紹當地潮流文化 推介地道美食小店 對於執筆做作家 寫開本部專欄的堂會覺得無難度 唯一壓力來自不停被人催交稿 在半個月Deadline 期前要完成160頁內容 除了寫稿 還要做埋資料搜集 同期更要錄音 近期經常要捱通宵 真係一字一類詞 C. 採訪 方興平攝影 審號南場地Alice Wildow 原衝芳 H.102 堂會獲旅遊書雙青萊 連續幾年介紹新旅遊點 為配合今年書展 他寧基一足將旅遊書同專輯結合發售 台灣旅遊書會附送一隻收錄四首歌的AP 希望刺激歌迷或旅遊書讀者購買意欲做到雙贏效果 近年同會頻頻飛去台灣錄音 對當地的地道美食和蒲點有很多推介 老友范曉圈 五百等都會提供心水選擇 近方間大陸旅遊書絕對不同 我會介紹一間位於台北東區後P型圖書館 書迷只要繳付300元台幣入場費就可以打足一日書釘 全日任看場內書籍 包括寫真集 其間還有一個鐘頭吃飯外出時間 超正 又會講下一間為力產本地殘農而開鉗貨 一間間店舖背後都有一個小故事 講到寫書虎視 唐梅話最辛苦是要邊找資料邊講稿 還要被人吹交稿 尤其是要半夜三間惡住趕工時 好難受 搞到日日准藝我情 C 出完台灣旅遊書 唐梅有意出本港式地道美食書 我好喜歡到處吃結業 因爲我太餵食 而且女仔好甜食 最愛蛋糕、雪糕、甜品 由我去推介一定講不完